德国4月走完了废除核电的最后一里路 依照计划在4月15日关闭国内剩下的核电厂 就此挥别长达60年的核电时代 不过在迈路后核电时代 德国也立即面临要如何让核电厂安全除异 以及加速实现绿能转型的挑战 在关闭核电厂 让核电从此在这个欧洲最大经济体走入历史之后 反核人士纷纷聚集在柏林著名的地标布兰登堡前 庆祝这个历史性的时刻 在集会中 有一只象征核电已经过时的史前时代生物恐龙握倒在地上 而击败核电这个恶势力的是一位站在倒地恐龙身上 手持宝剑代表绿色能源的太阳战士 这一只暴龙躺在成堆的核废料桶中 也展示了德国在进入无核时代之后 核废料该核去核从的难题 德国还有1900桶具有高放射性的核废料 没有找到永久的储存点 而核废料储存与最终处置问题难解 正是核电是否可以被视为干净能源的最大症结点 一名在集会中 欢庆德国终于成功终结核电的民众 表达了对核废料处置的忧虑 德国在废除核电上走了一条漫长路 德国在1960年代开始大力发展民用核电 当时普遍认为核电是有效和安全的能源 尤其是在1970年代爆发石油危机之下 更推升了核电的发展 德国后来出现废核运动 并且获得普遍的民意支持 几次关键的转折点 包括1986年欧洲史上最致命的核灾 承诺比核事故 以及2011年日本辅导核灾 这促使当时的梅克尔政府决心加速 推动分阶段淘汰核电的计划 德国政府原先计划 在2022年底就要关闭所有剩余的核电厂 但为了应对恶物战争导致的能源短缺危机 因此保留下三座核反应炉来作为备用电力 这三座核反应炉在今年前三个月 仅占了总发电量的5% 在20多年前 核电占比最高超过三成 绿能发电比例则是持续成长 德国去年的绿能发电占比达到将近45% 而10年前这一项比例还不到25% 不过要让关闭的核电厂厨艺是一项大工程 尤其是在安全第一的考量下也仓促不得 一家负责德国核电厂厨艺的公司解释 由于德国许多核电厂年代久远 对如何在现在 安全地让核电厂厨艺带来挑战 在德国核电厂厨艺的核电厂厨艺 同时包括法国在内等其他欧洲国家 支持核能的声音却出现上涨的趋势 欧战争之后 确保能源安全是欧洲各国政府的首要任务 过去要仰赖俄罗斯能源供应的一些欧洲国家 因而希望利用目前比绿能发电稳定的核电 在绿能转型期来保障能源的独立 例如芬兰在4月中启动了欧洲最大的核电厂 法国国会3月也批准新建6座新核能反应炉 这些都被认为欧洲正出现一股核能复兴潮 不过批评声音也指出 考量到维修和核废料处理等等问题 核电的成本事实上越来越高 并不如想象中的稳定 在废核之后 德国也面临加速绿能发展的挑战 尤其是在短期内 德国可能将耗费更多的化石燃料 而导致二氧化碳排放量上升 柏林当局现在要怎么集中全力来发展绿能 以达到在2035年 绿能发电可以达到百分之百的目标 将持续受到关注 杨广编译 张亚涵报导